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东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的依然是第二章 关于会计基础里面的内容 我们说第二章啊 它整体上是分成了七节内容 确实内容挺庞杂的 而且在这七节当中呢 前两节就第一节和第二节 它讲的都是会计最基本的原理知识 比如说比较著名的想借贷地账法 都是我们第二节会讲到的 对吧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第一节 给大家讲会计的六个要素 以及每个要素在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才能确认以及计量的问题 那好我们上一讲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六大要素当中的前三大要素 然后本讲开始讲最后三个要素 那么最后三个要素是什么呢 收入费用和利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收入 这是我们的专有名词啊 那什么叫收入呢 他说了收入的定义啊 除了基本准则第二十三条有所介绍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 第十四号准则 就是收入准则的第二条 也是这么说的 别看是出自于两个准则啊 但是它的定义是一样的 那什么叫收入呢 收入市值企业在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什么叫日常活动 就是朝九晚五每天兢兢业业干的这些事 就叫我们企业的日常活动 市值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您看啊 就跟我们前面讲资产负债所有权益一样 它的定义啊 往往就是它的特征 特征呢 就是对定义的分解 那么我们先来分解一下 您看收入特征是什么呀 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而且收入呢 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而且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然后我们得一个一个的给它进行分析嘛 什么叫做日常活动 听着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海尔公司 海尔公司卖海尔牌的彩电 卖海尔牌的空调 就问大家 比如说卖了三千万 这叫不叫海尔公司的收入呢 当然叫啊 他本来就是日日月月干的 就是做这种家电 就是他就是做家电的 所以他卖这些家电 就是他的收入 但是海尔公司呢 有一个车间里面 有一台设备用不上了 然后有一个小企业 也是做这种小家电的 就找他来租 海尔说行 租给你吧 你一个月给我来五万块钱就行 那一个月给海尔公司五万块钱 这叫什么呀 这叫海尔公司取得的租金 就问大家这五万块钱 算不算海尔公司的收入呢 就跟刚才说他卖彩电 卖空调一样 那三千万也算收入 这五万块钱也算收入 因为他这种租啊 就是日常的租 这个月租 下个月租 再下个月还租 他就是由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那就是什么 收入一定是我把我的货卖出去了 我把我的设备租出去了 别人给我的钱 而并不是本企业的股东 又把咱公司投的钱 所以他叫 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而且是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什么叫总流入呢 大家看啊 刚才我举的例子 海尔公司把他的空调啊 把他彩电啊都卖出去 卖了三千万 您知道吗 这三千万元啊 他叫收入 这三千万叫收入 但是海尔公司能挣三千万吗 你以为海尔公司是孙猴子呀 把一个毫毛 说这些这个冰箱啊 这些洗衣机啊 就都变出来了 不可能啊 他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 所以当他一点一点生产的时候 他要耗用原材料 他要耗用人工 他要有煤水电器等等 所以他是有成本的 那么这个成本 我们在这就离成这种费用的概念 那也就是说 收入这三千万里面 其实是含着费用的 看着啊 含着费用 比如说费用多少钱呢 费用是两千万 他当然不能赔本卖啊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收入确认多少钱 我们并不是确认一千万 我们就确认三千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知道 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之所以说是总流入 就是因为我写的是三千万 我确认的收入是三千万 里面含着两千万的本钱呢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总流入 而且接下来还说了 他说收入会导致所有权益的增加 这肯定没有毛病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用的不好 我们一说导致 是吧 一说导致 你这孩子啊 长期看电视 导致这眼睛就近视了 就弱视了等等 往往我们有时候说导致这个词 就是啊 你这你导致 你天天玩命吃 导致你这么胖 所以这就是坏事 那在这里面 其实收入呢 它会让所有者权益增加 那所有者股东 那一定是高兴啊 乐死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我们的准则就是用导致这个词的啊 所以说收入会导致所有权益的增加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在给大家 做直播的时候啊 做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问的特别好 他说呀 他说你 他就说这这句话 他说这句话说的不是很全面 我说收入会导致所有权益增加 你想海尔公司卖出去3000万 它是不是导致 你想你卖货谁高兴 不是业务员高兴 业务员你就是拿固定工资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旦卖货了是老板高兴 因为老板有收益了嘛 但是有一个同学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要是赔钱卖 老板也高兴吗 我就说反正要是赔钱卖 反正也是卖出去的 但是他可能会哭 但是有一点你听着啊 赔不赔钱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仅仅在确认收入的这个阶段 我们只有确认完了收入 在截转成本以后 我才能知道 哎呦我是卖赚了 还是卖赔了 所以我现在是给你一个已知条件 说知道费用是两千万 就按理说 我现在不告诉你这费用两千万 你不知道费用多少钱 你只知道 哦我卖出去三千万 所以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就是会增加收入权益 你一定会增加收入权益 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要素 讲到费用 如果一笔经济业务收入是低的 费用是高的 其实最后利润那就是亏损嘛 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也就是说从收入角度上来讲 首先它的定义又是三个特征做了分解 一个是日常活动 一个是总流入 一个是会增加所有者权益 你了解到这就够了啊 然后说完了它的定义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了完成它的经营目标 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 以及与之相关的 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指的例子 海尔公司卖它的电冰箱呀 还有海尔公司把它设备出租啊 这些都称之为叫经常性活动 这是一个小补充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收入的定义 那么接下来有了定义了 那我们不是会计要什么都可以不会吗 但是核算和监督是要会的 核算呢它是有四步四个动作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所以我们对收入这个要素 依然也是先要知道定义不行 我们还得知道确认的条件呀 那么关于这个确认的条件 在基本准则里可就没有了 它是具体准则里面 而且如果您有所耳闻的话 您知道我们国家这几年啊 从2006年以后吧 就这十几年了 2006年26年 快20年了吧 就是我们国家财政部 一直就是与时俱进 它跟着国际的那些准则 在变动 就是国际准则变了 我们这边就变了 所以收入准则呢 也确实不再像原来一样 那么干巴巴的 什么销售货物类 什么提供劳务类 什么让渡资产使用权了 不再是那样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究其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特大号的公司 叫亚马逊 亚马逊呢 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京东一样 它什么都卖 当然它是从以卖书起家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当当就有点吃亏了 当当他最早 其实学的就是亚马逊 但是当当没有真正做成亚马逊 亚马逊是以书起家 现在形成了一个大型的 综合的这个网上超市 但是当当现在好像他就是干不过京东嘛 那也就是说 正因为美国有亚马逊 然后呢 亚马逊这个公司呢 它是卖出去一个冰箱 然后还把这个冰箱帮着客户送到家 或者呢 他卖出去 比如说一个热水器 他帮把这个热水器送到家 或者卖出去一个洗碗机送到家 而且还帮你装 你会发现作为客户来讲 作为老百姓来讲 他一定会 我认可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洗碗机 美国那边可能比较兴这个东西 我问中国人好像用的少 反正我是没用过 比如说现在 亚马逊就通过他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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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上超市就卖出去了 然后人家客户呢 就老百姓也明白 说这个洗碗机呢 四千块钱 然后运费呢 五百四千五 然后你再给我装上啊 装还挺麻烦的 装呢 用五百 就是五千 五千美元 那么站在美国的这个财务会计准则的角度上来讲呢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确认收入了 亚马逊也说了 我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啊 我是卖给他这个洗碗机的时候就确认 还是我送到他们家的时候才确认 还是说我给他安装完了才确认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一条龙服务了 既销售货物又销售服务又销售劳务等等 乱七八糟一大堆 所以美国那边呢 就针对于这种一条龙服务的 这种业务就对收入的准则进行了变更 变更完了以后呢 他就会体现出来了 我们从会计角度要形成五步走 那你会计肯定要是听他当地财政部门的吧 财政部门肯定是这么认可的 那么我们也就跟人家学 其实学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网络 这个京东啊 淘宝啊 也是越来越成熟了嘛 对吧 我们这个快递的这个业务量还比他们多呢 所以此时我们的收入这块 它的确认条件就跟往常不一样了 那么不一样呢 你会发现它也挺好 大家看一下啊 关于收入确认条件 他在具体准则当中第五条说到了 说当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你就可以理解成京东 当京东以客户 客户是谁呀 你就可以理解成是我 我从京东上买东西吗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时候 这个企业 作为京东来讲 就应当在我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就得确认收入了 那就得确认收入了 比如说我如果要是安装一个洗碗机 我安装一个洗碗机 然后呢 这个京东说了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我现在只能把洗碗机送到你们家 给你运过去啊 我卖给你运过去 但是安装得年后了 那么这时候 您看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啊 你看什么时候 一定是京东应当在我取得了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但是他怎么确认 是全额都确认吗 不是您看这五步法就挺好 首先说 合同各方已经批准该合同 并承诺将履行各自的义务 我跟京东之间可能会有个电子合同 对吧 这个其实我们也很少会用到 就假设会有一个 电子合同我也签字了 然后他那边也盖章了 证明我们两个人认可这个合同 我们都各自履行各自的义务 我掏钱 他给我干活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 这个合同明确了 合同各方与所转让的这个洗碗机 或者与所提供的这个服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我得跟京东说好了 你是卖给我洗碗机 还得送到我们家 还得给我装上 所以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都说好了 人家这个京东说了 你得交八千块钱 我说没有问题 咱都不缺钱 所以我们看 我们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都说好了吧 然后第三个 该合同有明确的 与所转让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付条款 就是您会计归根结底 不是要跟数字打交道的吗 您最起码得知道是多少钱吧 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 它得可靠的计量啊 所以你得知道是多少钱 然后再看 该合同具有商业的实质 即履行这个合同 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以及时间分布或金额 也就是说 当京东履行这个合同的时候 这个洗碗机就归我了 那么这个洗碗机 带来的所有的风险也好 收益也好 都是我的了 你想 如果京东把这个洗碗机送到我们家 那就是我的呀 我买了呀 然后忽然间这个洗碗机 现在已经值一个值十万块钱了 那你说是谁的收益 是我的收益 已经不再是京东的收益了 所以它确实是有经济 真实的实质含义的 就是我把钱给它 然后它把东西给我 然后最后体现的是 这个企业京东 因为向我客户转让了商品 或者提供了服务 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是很可能收回的 您看看啊 这个很可能 这三个字 您可不止一次见到它了 我们在确认资产的时候 我们在确认负债的时候 都没有离开很可能 资产是很可能流入企业 负债是很可能流出企业 收入又是很可能收回 当然我们在这并不展开过多讲解 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专门讲收入费用和利润 在那我们还会把这五个条件拿出来 一一的给大家做分析 所以您现在这 先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个经济业务 为收入的话 是要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 同学们就会说 那老师你怎么不说钱呢 没收到钱 那也确认为收入吗 没错 您忘了 我们在上一章 就第一章当中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企业会计的基础 可是全责发生制啊 那个全责发生制的权 指的就是收入或者收益啊 它是以你发生没发生为标准 所谓的发生没发生 它是以京东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把这洗碗机转移到我这 我和京东之间的合同 是不是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如果我和京东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了这五个条件 洗碗机相关商品的控制权 已经到我手里了 即使我还没有给京东一分钱 京东白条 京东白条不就一分钱没给吗 这时候京东照押是确认收入的 所以你会发现正因为我们的企业 都是遵循着全责发生制 确认了收入了 如果不懂行的人就会以为挣着钱了 这时候别说挣着钱了 可能连本钱还都没收到了 这个又跟我们后面讲的利润 又要挂钩了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啊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 那么有个小口诀 您看收入要想确认是有五个条件 得同时具备 哪五个条件呢 双方得有合同 得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得有支付条款 得有真正的实质 对价得有可能收回 所以这五个条件同时具备 商品的控制权转移到客户手里 这个时候不管 这个企业收到没收到钱 都得确认收入了 都得是带主任业务收入啊 当然我一说带主任业务收入 您不懂 啥叫带主任业务收入 对于是我们下一节会讲到的 下一节那才真正是我们的 这个会计的灵魂之所在 第二节 好现在都是做铺垫的 接着来看一道多项选择题吧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不考虑其他因素 符合收入定义的是哪一个 哪个是符合收入定义的 那么你得知道收入定义是什么呀 收入是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一定提到是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的经济利益资源的总流入 它会增加收入权益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您提供服务收入 所谓的提供服务收入 我给你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我给你提供邮政服务 我给你提供电信服务 我给你提供什么什么什么 金融服务等等 但凡您提供服务了 您就得收钱呀 所以你只要提供了服务了 那就是符合收入权条件 那就是你日常活动所形成的呀 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你只要给人提供服务 老板就高兴了 我干活了 我将来就得找你交钱呀 所以会增加收入权益 而且呢 与收入权益投入 那也没有关系 所以A肯定要选 再看 销售商品取得收入 当我比如说 我是一个做翻页器的企业 我销售我这些翻页器 销售商品取得收入 这就是我的收入啊 没错啊 然后同学说了 要赔钱了呢 你卖30万 其实本钱是32万 这种您看 它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吗 这个不考虑其他因素 就是不要考虑本钱 我们在不考虑本钱的情况之下 您看它算不算收入 算呀 再看一下 C销售材料取得收入 这也是我们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收入 比如说海尔公司买了很多 你看我刚才举例的是 海尔公司卖它的这个家电 海尔公司出租它的设备 这都是收入 但如果海尔公司 买了很多白塑料进来 我觉得为什么叫白色家电呢 是不是因为咱的空调啊 冰箱啊 都是白色的居多 是吧 反正我也不懂这个 比如说他买了很多白塑料进来 是打算做冰箱的 但是买完以后呢 你看坏了 技术部门说了 这个白塑料做不了冰箱 它不隔热呀 或怎么怎么样 就是反正就是用不了 那用不了怎么办呀 你也不能把它吃了呀 所以就开始找下价把它卖掉 那么这时候 把买进来的原材料 用不上再卖掉 它依然是属于 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你不要跟我说 哎呀 它也不可能总这样做呀 它就真有可能总这样做 它买进来不合适就卖 买进来不合适就卖 有可能因此还能挣一把 但赔也赔不足 反正就这意思 你得知道 销售材料取得的收入 它依然算作了 企业的收入 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然后再看一下 第出售固定资产取得的净收 这能叫收入吗 No 这不叫收入 说完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五个要素 叫什么呢 叫费用 这个费用呢 我们说也是从要 从这个 这个概念角度 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真正的深入的去 讲解的 还是要放到我们的第七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的时候 在讲 那么什么叫做费用呢 就跟我们刚才讲 资产跟负债一样 你会发现 资产跟负债有很多 共通的点 都是职企业 过去的交易 或者实际上所形成的 但有一些是相反的 背道而驰的 那么费用和收入呢 也是 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收入 是职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费用也是职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费用是我们基本准则的 第33条 在这呢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在说到收入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说收入的时候 说基本准则第30条提到了 说人家还有一个具体的 第14号准则 就在说收入 那同学就会问我了 哎老师 这怎么后面就没有一个具体准则呢 确实没有 也就是说 因为啊 我就我个人理解啊 就我们没有 是因为国际上也没有 如果国际上但凡有了 我们早也就copy过来了 没有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太简单了 因为没有必要再用一个准则 去作为尺子 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规范了 特别特别容易 但你看我们在具体准则的时候 比如说第1号存货 你看啊 我们在准则这 这个号都别都别记错了啊 比如说您看 我们的这个第1号存货 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都会学到 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会学到 第4号固定资产会学到 第5号生物资产会学到 第6号 无形资产会学到 哎就这几个都是跟资产相关的 也就是说 人家国际上也一定是从要素角度当中 提取出来那些特别重要的 核算内容比较复杂的内容 给你弄具体准则 一个个的给你写第一条 第一款等等 给你具体的写出来 你像收入 它就是第14号准则 对吧 又写出来 又进行了修订等等 但是费用它没有具体准则 没有 因为它很简单嘛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费用呢 它和收入有很多是共通的 你看 它都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然后呢 有相反 收入呢 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 但是费用呢 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减少 而且这种所有权益减少 并不是给股东们分红了 我们所有权益变少了 你看 与向所有者 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这就是费用 其实费用呢 你要是从我们的这个准 这个基本准则上看呢 其实也挺好的 大家可以跟我看一下 我又拿出来吃 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本 买一本这个准则 就是没事的话 看看也挺好的 您看一下基本准则第三十三条 看着啊 基本准则第三十三条 三十三条 三十三条 在这了 就是第七章 第七章 就基本准则第七章 讲的都是费用吗 第三十三条说的是定义 第三十四条呢 说的是确认 第三十五条 说了一些内容 我们先说这么一个事啊 你看啊 我给大家留个作业吧 您回去看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的第三十三条 一直给我看到 第三十五条 看三十三条到三十五条 其实它倒不是说 离考试有多金 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是个思路的问题 您回去以后自己看看 实在你不想买的话 你再网上打印一下 也可以啊 那么 呃 我们先把PPT这讲完 首先我们说费用是什么 是日常活动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权益减少 咱先说什么叫费用 费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企业 只要花出去了一笔钱 比如说六块钱 我花出去了 但是没有形成资产 没有形成资产 钱已经花出去了 那算什么 就算费用 那结合具体情况 就是我们公司的车 交了停车费了 比如说我们拜访客户 或者我们到税务局去办事 然后我们在税务局门口 我们得存车吧 我们把车存在那 人家说一小时六块 我们交了这六块钱了 这六块钱可得公司讨啊 你不能让司机讨 对吧 那好 这六块钱花出去了 花出去了 形成资产了吗 没有啊 可能连张票都没给你 当然不能不给你票 不给你票就没有原始凭证 你就没法入账了 你就没法体现出费用 比如说人家就给你一张票 存车费六块 这时候我告诉你 这六块钱就是我们的费用 就是我们费用当中的期间费用 它是通过管理费用来核算的 你看只要你花出去了这笔钱 它没有形成资产 六块钱没有形成资产 它就是费用 比如说还有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买原材料 你看啊 我们花出去五十万块钱 买了五十万块钱原材料进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 花出去的钱已经形成了资产 它并没有 它并不是说没有形成资产 它形成资产了 形成原材料了 但是把原材料 拉到我们这个仓库完以后 当天晚上 看门大也没看猪 就被小偷给偷走了 你看 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 我花出去的一笔钱 我形成了资产 但是日后这个资产又没了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通过 管理费用来核算的 所以到底什么叫费用呢 你可以通过三种情况来看啊 第一种情况就是 花出去的钱压根没形成资产 那么这笔钱就是费用 比如说存车费 还有呢 花出去的钱先形成了资产 但是过后呢又不符合资产定义了 那就是让人给偷走了吧 要转销掉了 那就这时候我们也是费用 那也算是费用了吧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没有花出去钱 但是形成了我们铁的负债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让天津电视台 一直在给我打广告 每天都给我打一万块钱的广告 我没给他钱 但是日后是要给的呀 所以您记住了 只要我们形成了一种负债 但是这项负债并没有形成资产 那么依然是费用 比如说天津电视台给我们打广告 就是我们的销售费用 你看三个方面啊 我们在这就不展开了 因为教材它没有收录 这三个方面 我是想让你更好地去理解 我们后面第七章讲的内容 那还有一种 你比如说 我找人家买原材料 我没给人家钱 收购 这时候形成了负债了吧 但是它不是费用 因为我是要能收到原材料的呀 它不是费用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如果我要是问你 什么叫费用啊 就不要过敏堂皇 说这么多 你就这样说 老师只要花出去一笔钱 没能形成资产 它都是费用 比如说管理费用 存车费 还有呢 就花出去一笔钱 先形成了资产 没想到过两天呢 它又不是资产了 它丢了 它又是费用 管理费用 还有呢 就是我确实没花钱 但是我得认这笔账啊 对吧 这是我的负债呀 形成了负债 也没有形成资产 那就是我欠人家广告费呗 所以它也是一种费用 能理解吧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 基本准则第33条到35条里面 写的 但是教材没有收录 我们就不在书上 就是不在我们的辅导书 不在我们的这个奖页上体现了 但是这个道理 你是要懂的 而且我们到第七章 还会讲 它的那个费用当中的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啊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都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 但凡进管理费用的 但凡进销售费用 但凡进财务费用的 都是我们花了钱了 没有形成资产的 就进费用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知道了费用的定义之后呢 它的特征就更好理解了 费用是企业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费用是与向所有者 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然后费用会导致 所有的权益的减少 你看看 比如说刚才说 收入会导致所有权益增加 比如说我卖3000万 它会增加3000万 但是费用呢 它其中有一种费用 除了7000费用之外 还有费用 所以当我们一旦 确认了3000万的收入的时候 我们还要截转2000万的成本 你看一下子所有的权益 刚被涨上来3000万 又被降下去2000万 最终 这个老板真正赚的是1000万 你看 它是不是会 这个费用会导致所有权益的减少 所以收入会导致所有权益的增加 费用会导致所有权益减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说我们到了 这个夏天的时候了 我们说端午 这个长假 咱们要不然咱公司旅游吧 那公司旅游从哪拿钱 从公司拿钱 您知道吗 从公司拿钱 其实员工一点不心疼 因为跟员工没有关系 你从公司拿的每一分钱 都是股东的钱 所以大家所有权益 肯定是下降的 比如说带着所有的管理员工 出一次 就是履一次 又花了10万块钱 那你所有权益 就是少了10万 对吧 所以你带着大家去旅游 那一定是通过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就是费用 就是费用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费用 那么费用的定义和特征知道以后 我们再看费用的确认条件 它也是基本准则 第34条说了 费用的确认 除了应当符合 它的定义之外 还至少应当符合一下条件 这个都了解一下 说与费用相关的经济利益 肯定是很可能流出企业 这一点跟收入 它不是这么匹配的 你看 这是我们讲收入的定义 我们讲完收入定义之后 讲了特征 然后我们在讲收入 确认条件的时候 是跟国际上学的 有一个这样的条件 看见了吗 这跟国际学的是 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我们才能确认收入 但是费用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这五个条件 它是说 至少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它没有五个 就三个 说与费用相关的经济利益 应当是很可能流出企业 这才能叫费用 与费用相关的经济利益 应当很可能是流出企业 那就把钱花出去 把钱花出去 带着大伙旅游 带着存车费 或者交了广告费 这就是属于费用了 还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结果 一定会导致资产的减少 或者负债的增加 这个很简单 资产的减少 就是我交存车费 交到六块钱 那肯定资产就变少了 或者我让天津电视台 给我打广告 我还没给他钱了 那不就是负债增加了吗 所以费用 要么就会使你的资产变少 要么就会使你的负债增加 然后接下来 经济利益的流出额 得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因为会计 毕竟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嘛 甭管是收入还是费用 还是资产 还是负债 还是所有权益 你得告诉我明明确确多少钱呀 所以一定是 这个流出额 到底是多少钱 能可靠计量 但是这个 我认为它并不重要 就是它的 除了符合定义之外 它的确认的条件 这个并不重要 了解一下就完了 主要是 您需要重点掌握的是收入 它是明明白白 规定这五项的 那是具体准则里面写的 它是挺重要的 说完了 关于收入费用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要素 最后一个要素叫利润 利润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老百姓也经常会说 挣着钱了吗 有利润吗 利润高还是低呀 你看 什么叫利润呢 也是基本准则第37条 给下个定义了 说利润是指企业 在一定的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通常情况就像 如果企业实现了利润 表示企业的所有权益增加 实现了利润 不是赚着钱了吗 赚着钱谁高兴 老板高兴 股东高兴啊 所有权益增加嘛 反之如果企业发生了亏损 那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企业都是亏损的呀 因为它有正常的发工资 正常的交房租 正常的交煤水电器 最后你会发现它入不敷出 那入不敷出就是亏损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发生了亏损 即利润为负数 表明企业的所有权益被减少 有的时候说 谁都不想上班 上班朝九晚八的 又累 然后挣钱还少 谁都想创业 但是您知道吗 创业真的是有风险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有创业天赋的呀 你看刘强东弄起来 马云弄起来 也就是屈指可数 这么几个人嘛 对吧 好这是关于利润的定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小补充 说利润呢 是评价企业管理层业绩的指标之一 我们可以评价一下 这个职业经理人干的好坏呀 也是投资者等财务报告 使用者进行决策式的 重要参考依据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 第一章都讲过了 说会计 你有很多的利益相关者 那利益相关者都等着 看这种财务信息呢 对吧 所以你要给人家看 人家等着看财务信息 其中有一张报表 就叫利润表 利润表里面就体现 这个企业的利润 但是还有一点我说 你仅仅从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是真正看不到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都是建立在 全责发生制的记录之上 就是只要合同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有合同 有权利义务 有支付条款 有实质 还有对价 很可能收费 只要满足这个五个条件 只要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到客户手里 比如说西班机 中到我手里 即使我还没有 给京东一分钱 但京东也得确认收入了呀 那你说这样的收入 对于京东来讲 保险吗 我要是哪天 我就不还他了 他对吧 他就能怎么样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这种确认的收入 这种产生的利润 往往都是虚的 所以我们还得 接住另外一张报表 才能真正体现出 我们能收回来多少钱 那就是现金流量表 这些都是第八章会讲到的 好 说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利润呢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第四个要素 减去第五个要素 看见了吗 利润包括的是 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还有直接进入到 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说完这个以后 您看啊 其中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反映的是企业日常活动的业绩 您想啊 收入本来就体现日常活动的 费用也是体现日常活动 所以他俩一减 他自然也是体现日常活动 我赚了多少钱吗 再来看 直接进入到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是指应该进入到当期损益 然后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 而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还无关的利得和损失 损失和费用有什么区别 费用是我们的第五个要素 刚说过 费用一定是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比如说日常活动当中 我需要天然电视台给我打广告 我需要带着高管们去旅个游 放王松等等 这些都是费用 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但是损失是什么呀 损失是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什么叫非日常活动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某个省份 比如说现在陕西省 或者是什么什么地方 疫情比较厉害 然后我这个企业要给它进行捐款 给老百姓捐点钱啊 捐点物啊 这些就不能作为企业的费用来核算了 它不能算费用 因为你不可能日日月月天天的 去给人家进行捐赠 那你不成慈善机构了吗 那你就不是企业了呀 现在我们所有的讲的这些内容 都是针对于你是一个企业而言的 都是一个公司而言的 所以你往外捐赠 我们就称之为是一种损失 你说啦 你怎么觉悟这么低呀 往外捐东西明明是好事 怎么说成是损失了呀 这不是这个 这个竹目光明磊落的事情啊 竹目这个道德高尚的事啊 但是我们的专有名词就叫损失 所以当懂行的人一听损失 哦 就是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一种啊 这个支出 一种代价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利得和损失 利得是指有企业 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 因为你卖了 你挣了40万嘛 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又是经济利益的流入 它这就不是总流入了 您看我们前面说那收入的时候 它是说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资源的总流入 因为收入那3000万里面 是含着成本2000万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总流入 但是利得这块 我说了就是把那些本钱都减掉了 所以就不能再叫总流入了 其实应该叫净流入 只不过我们不用写这个净字而已了 那就是流入了 这个点其实您也不用纠结 我们到第七章讲收入 费用利润的时候 还会跟大家再继续讲 到那个时候您可能会更清楚 我们会告诉您 用哪个账户来表示利得 用哪个账户来表示收入等等 再来看什么叫损失 损失是指有企业 还是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权益减少 您看你给灾区捐款捐物 你所有的权益肯定减少 你老板的东西就变少了吗 但是与向所有者 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一个是流入 一个是流出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因为毕竟我们第二章 是刚刚接触到会计的基本原理 还是皮毛浅尝折纸就好 不需要深入 因为后面会具体的再去深入讲解 好在这里面我们就提到了 关于这个收入费用 收入费用还有利得和损失 接下来我们大家做个总结 收入费用和利得损失 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从要素角度来讲 收入和费用是要素 听着啊 从要素角度来讲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写 这样写就有点牵强 因为你看这要素 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 如果 哎呀这也是我写的问题 写的不太好 其实如果要是 您从这个表的话 您会说 老师原来我们会计是有八要素的 我说怎么八要素呢 资产负债所有权业 收入费用和利润六个 再加利得和损失 No 利得和损失 它不是会计的要素 我们的会计要素 体现的都是日常活动的 它不算要素 所以在这稍微有点牵强了啊 就了解一下 那么收入和费用呢 它都是指着企业 日常经营活动所形成的 利得和损失呢 都是非 看下加上一个 是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那何为日常 何为非日常 我们也举个例子了 那么收入呢 它会增加所有者权益 老板会高兴 然后利得也是增加所有者权益 老板也会高兴 但是如果是费用 日常活动产生的费用 和非日常活动产生损失 比如说给人捐款等等 它都会减少所有者权益 这个应该也好理解 然后经济利益的流向 大家都知道 收入肯定是流入企业 看流入企业吧 那利得呢 也是要把钱流入企业 但是费用 费用和损失都是流出企业 看见了吗 都是流出企业 这个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在这唯一写的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利得和损失 它压根不叫快捷的要素 它压根不叫快捷要素 其实利润归根结底 它取决于谁 就跟我们前面讲 所有者权益一样 所有者权益 它都没有自己的确认条件 它都是仰仗着资产确认对了 负债确认对了 那么资产减了负债之后 所有者权益肯定就错不了 对吧 因为你资产如果是100个亿是对的 你负债30个亿是对的 那你所有者权益 一定是70个亿啊 错不了 那我们说现在的 这个利润也是一样的 利润呢 它自己也没有确认条件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利润有定义 看见了吗 利润有定义 是什么一定的快捷期间的 经营成果等等 它有定义 但是你要是问它确认条件呢 它还真没有 大家看一下啊 利润的确认条件 在我们基本准则第39条说了 利润反映的是收入减去费用 还有利得减去损失后的净额 确认主要还是依赖于收入 依赖于费用 以及依赖于利得 依赖于损失 其金额的确定 也主要取得于收入费用 利得和损失的金额计量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企业 比如说您的收入 确认计量是7000万 对了 然后您的费用 确认是费用 计量出来了 是5000万 对了 然后您的利得 比如说300万 好 这个计量对了 还有 哎呀 我看那个灾区太可怜了 我那个什么 我给捐吧 我捐200万块钱吧 好嘛 这也是确认对了 看着啊 如果这个企业 呃 某一年 你的收入 确认计量对了 你的费用 确认计量对了 你的利得 确认计量对了 你的损失 确计量对了 你的利润就出来了 你的利润等于多少呀 等于7000万减掉 5000万等于2000万 2000万再加上300万 然后再减掉200万 看见了吗 相当于是2100万 你看看 快递有什么可能的吗 这就是我们讲的六大要素啊 都讲完了 你看 利润它是不是仰仗着别人 它依赖于别人 依赖于收入费用 利得和损失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您来看啊 我们有一个图 其实这个图啊 稍微有点早 您看一下就完了 这个图呢 是我们真正学到什么时候 才真正学到它呀 是我们到第 第七章 我们在学收入费用和利润的时候 会给你讲 营业利润怎么算 利润总额怎么算 净利润怎么算 在学到第八章 讲这个利润表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那个表怎么填 对吧 其实这里边 我们说利润是有三大指标的 其中第一大指标 就叫营业利润 第二大指标叫利润总额 第三大指标叫净利润 那么在这呢 就稍微的浅长辙指的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营业利润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由这个企业的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比如说主营业务收入 两千万 减掉营业成本 比如说主营业务成本 一千万 两千万减一千万 还有一千万 再减掉期间费用 这个期间费用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费用嘛 那就是什么 打广告的销售费用啊 管理费用等等 比如说二百万 一千万减二百万 就还有八百万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投资有收益 挣了二十万 那就是八百二十万 这时候您会发现 我们的营业利润 就是八百二十万 营业利润就是八百二十万 然后我们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营业利润 体现的都是营业收入 减掉营业成本 那都是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嘛 但是我们一个企业 不能都是日常活动 还有一些非日常活动的 比如说我把我的设备卖掉了 或者我对人家进行捐款了 等等 所以站在日常活动 形成的八百二十万的 营业利润的基础之上 我再加上营业外收入 比如说别人 一千万吧 就这样说吧 别人给我捐款 我好兄弟 他在有难的时候 我帮他了 现在他飞黄腾达了 他白送给我一千万 就送给我们企业了 那么这时候确实 看见了吗 这一千万就是我们的营业外收入 我一看 我也不能光情了这个好啊 我看灾区那怪可怜的 我给灾区捐二百万 这些别人给你和你给别人 这些都是属于非日常活动 所以我减二百万 你看 这就相当于是拿八百二十万 加上一千万 等于一千八百二十万 再减掉二百万 等于一千六百二十万 这个一千六百二十万 在这儿 就叫利润总额 看见了吗 那就是一千 对 没错 这是一千万减二百万 那八百嘛 一千六百二十 这叫利润总额 到了利润总额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既包括咱企业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利润 也包括非日常活动的 但是接下来就会算 一个应该交企业所得税的事情 我们刚才不说了吗 你在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下 工商保护你 税务保护你 公安保护你 你不得交点保护费呀 所以这个保护费 我可没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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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他的含义啊 就是我们得 得以很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我们要给国家 交企业所得税 交百分之二十五的 那就是 比如说 一千六百二十万的 百分之二十五 比如说我们做纳税调整了 交了四百万 那好 最后我们的净利润呢 就是一千二百二十万 看见了吗 一千二百二十万 我们是通过这个图呢 给大家稍微的 进行了一个介绍 就是您看一下 我们真正提到利润的时候 因为利润是第六个要素 到这为止 我们的六大要素 一个单位 所有的经济活动 就分成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就分成六个 一旦六大要素学完以后 相当于是总体上 我们就学完了 核算的对象了 那么我们现在 正在讲的这个利润 你应该发现 利润是有三大指标的 有营业利润 有利润总额 还有净利润 这些您都是刚刚解除 比如说您从来 没有听过我们的课程 没有听过零基础 京都班啊等等 您第一次就跟着 我们新教材基础班听的话 您就是有点生分 您就是有点记不住 但是别忘了 日后您会每天跟他打交道 考完试以后 您会持证上稿 您会找到跟会计相关的工作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您会发现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净利润 这辈子您都忘不了了 出不了三天 您就对他已经耳熟能详了 所以这是关于利润的三大指标 现在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多的 在进行深入的学 因为深入学 是我们后面的事情 到第七章第八章再讲 那好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已经把第二章 会计基础里面的 第一节里面的 第一个考点就讲完了 你看我们的第一个 接下来就第二个考点了 我们把第一个考点讲完了 对第一个考点 真的是挺重要的 我们就是给大家 洋洋洒洒的讲了半天 就是讲六大要素 这六大要素 您脑子里至少得知道 它是包括资产负债 所有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资产和负债都有定义 都有特征 都有要确认的 要想把它确认 具备的条件 但是资产跟负债都有 所有权益没有 然后收入是有五个条件的 就是合同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 合同要具备五个条件 然后才能确认 费用呢 也了解一下就行了 经济利益要流出啊 要么资产就少了 要么负债就多了 而且多少钱 我们得定下来呀 等等 我们得知道 而且到利润呢 您更得明白 利润它可是分成了 三个利润指标的 就到此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 从概念角度上 把六大要素的内容 都讲完了 那么下一讲 我们要介绍什么呀 我们会计嘛 它什么都可以不会 但是那个核算和监督 是要会的 那么核算的时候 它第一个动作是确认 你看我们现在都做完了 比如说资产 什么情况下可以确认 负债什么情况下可以确认 然后收入 满足什么条件可以确认 费用满足什么条件可以确认 我们都学完了 那么学完确认以后 马上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计量 就到底写多少钱 当我们到底写多少钱的时候 是需要拿出计算器 啊 我们给它加加减减吧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在对要素确认完以后 进行计量 到底写多少钱的时候 它有计量的方法 或叫计量的属性 那么在计量属性这呢 其实一共就五个方法 有历史成本 有重置成本 有可变现净值 有限制 有供应价值 在这一点上 大家千万别说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呀 其实就五个 而且在国际上 也就这五个 我们下一讲给大家 就是顺一遍 您就能知道 哦 无外乎 这个就这五个方法 到底该用哪个呢 人家都是各司其职的 各有各自的适用对象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说到这 我们的六大要素 就算讲完了 我们现在已经摸到了 快递的边了 我们已经摸到它的边了 然后越往里走 就越深入了 所以大家坚持住 坚持住 我们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